反拍就是非常坏的那種 幫中共做生透工作的 收錢辦事 香港人家要收共產黨錢 角色有真的特別比較難詮釋嗎 真的沒有 非常容易 非常過得去 我覺得一直都很想演反拍 可是一直都沒有這種機會 可能就大家覺得我都是演喜劇比較多吧 所以碰到有機會 我就會盡量去配合這樣 對於我來說 這種老人家有這種機會 跟年輕人不要說演戲 就是聊聊天也很開心 他那種反拍就是非常壞的那種 就是幫中共做生透工作的 收錢辦事 我們香港人叫收共產黨錢 角色有真的特別比較難詮釋嗎 真的沒有 非常容易 年級都很大了 所以我都不會挑一些很困難的事情來做 然後這個角色除了是因為一直在期待演一個反拍以外 他難度特別低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很容易把握 然後香港這幾年特別多這種人 就是幫共產黨做事情的人 所以這個比較容易把握這種角色 不困難 角色有什麼 心靈會不去的拍照嗎 非常過得去 沒有 定居台灣之後 胖了大概 十公斤吧 嗯 對對對 再寫明年拍的劇本 對 明年又拍一部電影 就自己當導演的一個電影 黑棒電影 黑棒電影 台灣的一部電影 哦 到時候才慢慢偷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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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